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嘛 到身边要走 還好嗎? 還好嗎? 辛苦 辛苦 選舉 真是 真是幸福 嗯 所以 有沒有什麼好看的幫忙? 當然 大家都期待最傳統的幫忙 但是我知道 你有不同的想法 傳統的幫忙 是說 我有看到你們造勢網會有放一個PCR 真的嗎? 623年 就是我之前去參加 一般的活動 這個短片 我想那個 因為我們的錄影全部都是公開在網路上 所以那樣子要去播放 我覺得當然是沒有問題 呀 嗯 嗯 才剛從怎麼又回來? 嗯對 想想的 我們現在開始直播了嗎? 嗯 開始直播了 OK 好 那我知道你都在推動 這個 在我看 嗯 就是 新的一個民主的情勢 嗯 好 就是說 嗯 不管是你在 應該國化會 開放政府平台 那個也是 你在推動 或者是 GNV 或者你現在 這次到紐約 跟你世界各國 要不要藉這個機會 稍微 來描述一下 然後給台北市一些建議 是啊 嗯 其實地方政府 在以為開放政府 是比較早的 是2014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包含我們當時來經營的 市長 嗯 或是連任的時候 他也是以開放政府的 所長 那我們現在 開放政府大概是 最基本的定義 國際上大概都是一樣的 就是 四個嘛 一個是說 政府在做的事情 就是 在做的那個過程裡面 就要讓大家看到 在做什麼 這個是所謂的動力 那 然後大家看到之後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要一個 比較常規的方式 讓政府知道說 那 人民有什麼想法 想要轉方向開 還是要踩煞車 還是要踩油門 這個是所謂的參與 那 參與之後 大家其實都會想說 好 那我上次參與了 不管是合國公平會 或者一些 其實都會有個其他形式 我提出來這些建議 最後變成了什麼 那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問責 在公民社會 那在我們這邊就是 課責 就是我們要去看說 大家提的意見 到最後是怎麼進入 政府的抉擇裡面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如果每一次這樣子 捲動越來越多人 尤其是一些平常比較弱勢 非常難以參與 這種政治的情緒的朋友 他可能就是 他的生活裡面 看到某一個地方 就是覺得需要受感 可是他並沒有那麼大的 力氣或熱情 去參與完整的政治程序 那我們應該有個方法 把這些朋友帶進來 那就是所謂暗容 或者說包容性 就是我們隨著 這樣子一個程序 越跑 我們就帶越多人進來 所以這四個加起來 大概是目前開放政府的 主要想法 他的目的就是在增進 民間跟政府中間的復興 那所以我想我們 就是如果舉實際的例子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在國法會 有一個叫做Jong 那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其實後面有兩個要點 一個是這個平台本身的要點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提連署案 那又或者是說 所有我們的法規命令 在六十年之前 都會在這個平台上 讓大家提供意見 以及最後我們所有的 各個部會 所有自行管考的 所有的這個案件 所有的計畫 包含它的KPI啊等等 全部都在這個平台上面 揭露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月報、紀錄 就是民間說國法會 本來這個是管考處 才會看的東西 我們現在等於是 全部以前六個都上網 讓大家能夠去進行訪論 然後如果有對進度 有什麼想法的話 我們請辦同學 可以直接來回應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它是公開回應 所以就不會有 好像它要重複的被數字 然後重複的打電話 好像它接了四十通電話 每一通都不知道 前面已經問過的 那是可以公開的回家回一次 Google就可以找得到 那所以是一個公開管考 所以從聯署到 法案與高到管考 目前都是在同一個 就是這個眾議品上面 來進行 那我們目前的設置 就是在每一個 中央的二次機關裡面 就是所有的部會 都有一群人 就像部會聯絡人士 跟委員們這個聯絡 媒體聯絡人士 跟主要媒體聯絡 那我們有所謂 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跟 剛才講的這種 比較是單一議題 他關心一件事情 來聯署 但他平常並沒有什麼 打派或者整治或什麼運作 那怎麼樣跟這些 比較是素人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 想要推的東西 怎麼樣跟他們的對話 那這個就是 每個部會的開放政府 聯絡人的工作 所以像去年5月的時候 可能委員會記得 就是5月1號 在這個報稅軟體的時候 有出過一些狀況 Mac跟Linux的使用者 在報稅的時候 他畫面會出現一個 這個正在安裝中 警燒後 但是你等4個小時 他還是不會跑出 那個東西 他系統有出一些狀況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好像Windows 可能可以 Windows Windows都好 然後Linux跟那個 Mac 就是去年 有出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就有一位提議的人 在救命品牌上面 他就提出報稅軟體能用到爆炸 那他的這個主文是充滿負能量 就不在這邊引述啊 但是就是在網路上 會有所謂的風向 就是當年一開始一出來 是這樣子 底下一整片沒有人 大概八成多 都是在那邊罵財政部 說部長下台 關貿文師 怎麼怎麼樣 然後甚至有些很 就是不堪的一些言語 那只有不到兩成的朋友 在那邊弱弱的說 我用Windows報很順 但是沒有人理他們 所以就會 就是一整片洗版 對 那我們的處理方法 就是我們財政部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 他不到兩天 他在我們的這個狂務會的這個群組去說 那你們能不能夠去 讓這些會炒的朋友們 不是給他們吃 是讓他們進廚房 一起做湯匙 一起把報紙燃可以設計成更好 也就是說去畫這個負能量 所以到無限的地方 所以後來是大家一起設計 是 所以 這裡頭網路上的高手 還是 其實就是任何罵的人 我們就發邀請 他罵越雄我們就發越多 所以他的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想法 很簡單 他就在上面PO一個邀請 說我們幾月幾號 要辦一個協作會議 在此之前 網友們的留言 我們都虛心檢討 把它變成協作會議的議程 所以這個就是議程 有網路的鄉民來設定 那很神奇啊 他這樣PO上去之後 從隔天開始 到協作會議為止 所有新的留言 發展都變成了正面 非常這個具有建設性 而且大家都是指出具體的問題 只有不到兩成還在那邊說 或這個部長下台行 那就沒有人理他們了 也就是說你只是一個邀請的動作 那些負面的能量就會變成正面的 正面參與的能量 所以這位這個提案者真的來了 然後我們真的去把網友所有的意見去貼點 去把這個報稅軟體的整個過程 而且是透過直播的方式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網友從收到宣導 到進入系統 到之後報稅 這整個我們用服務設計的流程 來檢視的時候 大家到底具體碰到什麼困難 然後有什麼可以幫助的 那這個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是很尊重網友 他如果留言寫字報多 我們這邊就是貼字報多 那如果說華麗到讓人迷惘 我們就是貼華麗到讓人迷惘 然後我們看怎麼樣 讓報稅從頭到尾心情會變好 那有人留言說 欸想到報稅心情就不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不會特別去改變網友的意見 我們反而是把網友意見一次都這樣子貼錢 那後來就花了四場的工作坊 然後跟包含我們的廠商 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有專業的引導員 引導之下 一個一個去看大家罵得最兇的地方 怎麼樣可以更好 所以最後就是捲動大家的力量 然後一起設計出今年的報稅系統 那今年的麥根等什麼事情的評價就會非常好 那這邊只是一個比較小的例子 但是他比較具體而為的去分享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有相關的部分 他們就不能夠彼此說 欸這應該他主責 這應該他主責 因為我們要點裡面很明確的說 如果A覺得B主責他自己協助 B覺得C主責他自己協助 C覺得這應該是A的事情 那要點裡面很明確的就是說 那大家都主責 這樣一個都跑不掉 所以我們一些地方性的案子 我們就會發現像恆春的案子 我們就所有這些朋友 這幾位幹部政府聯絡人 就調動所有相關的 可能的解決方案的部分 都一起去 然後實際去那邊跟地方的 各個利益關係 也是用一樣的方式去貼貼靈貼 然後去一起去發想出 解決當地醫療資源不足的 所有可能接好在盤電完之後 因為我們最後就決定在那邊 擴充安全利益的醫院 這樣子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有系統的去把網路上面 這些不舒服的意見 然後能夠把它帶到當地去 然後在這個當地上 透過直播的那種方式 讓大家凝聚出共同的做出方法 大家看一下 我稍微知道 我的觀察 我的觀察過去 就是過去可能 我們當地民主政治的眼界 最早他是行政權獨單 官僚或者是長官說了算 再來開始選了民意代表 後來逐漸發展 像英國國會至上 大概有一個行政跟立法的監督 那當然這個立法權或者是民意代表 他就接收了一些民意的意見 但是大家參與的過程 就是投票那天 那投票之後 有些時候 他的運作就會 不是規定那麼公開 大家參與的晚到或者是程度 或者是你的意見強烈 有時候也不會被真實的反映出來 那現在這樣的開放政府的方式 然後他用網路 其實他的架構跟過去 比如說在立法院以後不會留任 現在你都不會 他自己的開放政府就留任 他的流程其實是接近的 但是他的運作形式是平等 開放 大家在網路上 大家也 就是說 參與是開放 那責任是共享 我覺得這個方式 你覺得未來台北 台北目前過去有iVoting 我們在Join上面其實 有五個縣市 那台北市比較早 就是跟這個平台結合的一個 那其實像監察院也是很有意思 他們每次看到我們行政部門做什麼 很有創意 他們不知道怎麼審計的事情 在以前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他是有點打著我們 就是不讓我們用創新的方法做 但是這個政府呢 這個上來之後 其實監察院他是最活躍的在用這個平台 每次他看到不知道該怎麼審計的新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上來問大家有什麼疑慮 那你去問鄉民說你有什麼建議啊 網路上的朋友 因為你要想建議還要花時間看資料 但是問什麼疑慮 大家就馬上就貢獻 真的非常多疑慮 那審計部在運用他們的專業 去把這些疑慮整理成這個詢問 然後來問負責的 像好像社會企業的推動 那有些本來是補助嘛 譬如工廠 那在這個台北他就是有改成 用可能一塊錢的方式去租給 由這些神障的朋友們來經營的社會企業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需要新的審計原則 那審計部就是直接問大家有沒有什麼疑慮 那大家把疑慮做完之後他就匯徵然後來往左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去回答 回答完之後他據此建立新的審計原則 所以審計部就是幫助這個行政的革新 而不是好像擋著這個一定要用舊的審計方法去擋著創新的作為 所以你的協作會議不是在行政院跨部會 你還跨院 那當然審計部是他自己經營他的平台 但是他有來我們的開放政府很多人的會議 來進行這個協作 那台北的流程目前是這樣子的 就是他也是連署的提案 那我們中央的話是五千份複議 那是三千 他是現在好像一千五 那總之呢就是他取得了這個複議之後 他就會進入這邊的這個所謂的協作討論 那在這個協作討論裡面 其實我們這個平台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在底下任何人都可以去留言 所以你一面連署裡面可以說 但是我有什麼額外的想法 我有什麼新的想法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可以凝聚出更多可行方案來 那做完之後呢 這個就是比較像連署的平台 他會往後接到iVoping平台去 也就是說當達到這個複議之後 這個提案釐清之後 那經過討論 他就會變成iVoping的一個題目 那這個iVoping的題目 他的拘束力當然可能沒有公投那麼大 但是也不是只是純粹諮詢訊 他只要是這個明確可行 那市政府就會直接把他採用根拼出的方案 所以他等於別數的部分 他好像iVoping之後還要公聽會 他這邊有一個準備上架跟結果公布之一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這個平台在這邊 他比較是一個前階段 讓大家連署討論 但是實際變成有拘束力的時候 還是回到就是台北市的iVoping平處理 那這是目前處理的方法 所以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在前面的這個連署的階段 要看局處 就是有些局處他準備的資料 各式相當的豐富 所以他主動了一個人民討論 那有些局處他也許是覺得 等到他沉岸了 或甚至iVoping過了 我們再來看 所以局處跟局處之間 我想就是活躍的情況不同 不過我想我們是尊重地方自治 所以我們就是提供一個共同的力量 不過我大概看一下 好像台北市的 iVoping過去當然宣傳很大聲 不過好像參與行政運平台的多 我們現在2300萬人 大概有接近500萬人 在這個平台上 不過這個平台是共用的 台北市的這個平台好像 好像參與的稍微少一點 你對台北有什麼樣的更多的建議嗎 我想這個平台的一個特色是說 我們可以共用這個人氣 就是說當他上來做一個全國性的連署 但是他也會碰巧也看到他所在的地方 的這樣一個案子 所以我想至少人氣是可以共用的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平台接下來 會有參與式預算的這個模組 那因為其實與我的理解 就是各個縣市 很多都想要做參與式預算 但是每個參與式預算行為 如果有個別建制的話 我們很難去做就是 side by side的分析 或者評估 那也比較難看到說 每一個城市它關心的地方是什麼 市民的提案是什麼 所以也有一個可能未來的合作 就是參與式預算的這個模組 同樣也是在這邊共用這個平台 等於是說每個城市在辦他的參與式預算的時候 其他組別的城市的朋友們 也可以去看看說 這是一個好主意 那我也在我的城市的參與式預算 提提看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就是 跨現實的這個創新的結合的一個部分 而且當時知道 恐慨也比較清楚知道說 我們預算的重點 就是說到底 到底我們進入投入公共建設 或者是社會福利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哪些預算的排擠 對 就是說 因為以前大家都會覺得是 按照這個一大包 就是送到立法院或是送到市議會的那樣的預算 但是其實 對單獨的朋友們來講 它關心很可能是個別的計畫 的執行情形 所以在這個上面 有能力去跟 就是市政府的公務員直接對話 或者像我們這邊是跟中央政府的公務員直接對話 我想對所有人來講 都算是一個公民教育 所以大家會 因為這樣的關係 更了解 我們的公務員體系反應 對這樣的一個人 他會少接了40通電話 對 還是說他會 即時回復的壓力也很大 兩個都有 其實我們這邊並沒有要求即時回復 他理論上如果越晚考 他一個月上來回復就好 但是當你所有人都在上 會形成一個同儕的效應 對 但是我想 尤其是如果有些誤解的話 我們如果即時的結構化 公開的回復 這個對增進信任是非常幫助 因為如果你沒有即時回復的話 那個謠言就有非常多的滋生的土壤 但是如果你能夠即時回復的話 大家就比較不會在哪裡 腦補一些人 這個我要跟你學習多了 我的好多事情都來不及回復 是是是 所以目前我們的做法其實蠻簡單 就是說 它是比較像一個問答機的概念 如果他平常就有這個即時回復的習慣 那在這個平台上出現一些誤解的時候 他不用再去簽合 他可以拿現有的問答機的東西 直接上來貼上來回復 那這樣子也讓大家覺得反應比較好 確實我們在這個平台一開始 就是我剛入個 加上這個功能的時候 各部位朋友都覺得說 這是不是多一個人管靠我們 是不是更壓力負擔更大 所以我們就是先用 院級的這些大的計劃來上演 那我們試辦了一年之後發現 真的攤題來講 這個是有省時間 而不是浪費的時間 所以到前兩個月 各部位就終於願意加盟 所以目前我收到的訊息是說 這是對他們是省時間的 只是他心裡有一些恐懼 要花一點時間去處理一下 嗯 我覺得是調整一個態度 然後接受一個新的觀念 那這個觀念底下 一方面我們可以更開放 讓大家參與 那參與的過程也承擔一些責任 那同時呢 更多的智慧 各種不同的想法 甚至專業的動作 都可以join到整個 整個公共政策的平台 我想應該是這個平台一樣 所以主要能用力去裝成本 然後他 他透過這個過程 大家 大家對民主的參與 就不是只有投票那一天 或者只是 我們可以透過社群或媒體 表示意見 那那個意見會慢慢化成 具體的 集體的力量或行動 那如果真的 包括你的協作 或者各方面的會議都承受 那就轉化了 那就轉化成具體的產生 對 目前大概三十幾場 和四十場協作會議 那其實是幾乎 大概一大半的部會都有主辦 對 您是在內政嗎 我在內政 對啊 所以如果有一些內政相關的題目 的話 有空 或者之前也有立委主委 也有議員來 所以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會歡迎 管先生的支持 不過我現在比較期待架構台北市的 台北市的協作會議 台北市的各部會的參與聯合人 你說局處 對 對局處 台北市是局處 那台北市應該 我想應該 應該 問題更具體 更生活化 或者是說 大家對第一線的政策的感覺 對 我想就是說 我們在每一個 就是 地方政府 其實我們有一些相關的要點 也都是寫說 地方政府可以參考本規範 來令定規範班的 所以這個是我之前 因為我也是台中市的 就是智慧城市的委員會 算是其中一位委員 所以我之前有去做一個報告 那那個時候我也是 當時市長也是說 那我們也是可能請念考 或者是資訊相關的一些系統 來試著把這樣子的東西 在地方政府來做 那如果技術上 需要一些支援的話 其實 像之前台北市的資訊局 或者是台中市 我們PDES 就是我們辦公室 也都有去做 技術上面的教育 所以我想事務層級 請進入一些準備 非常感謝 那 其實選舉 選舉也可以運用 其實會 很多觀念 或者是新的證件 也可以透過這樣的討論 那未來地方政府 跟中央 在開放政府方面 這樣的合作 我覺得蠻好的 感謝你的努力 之前你們不是有做一個 公園的證件嗎 欸?你有注意到? 對 所以後來 有什麼作品 讓你有印象的 結果怎麼 我們 我們爭選了 好像有百一件作品 那 後來我們 有專業的評審 也有網路的投稿 選出了 幾位都很年輕 都很年輕 很多想法 我覺得真的對未來 未來這個 我說的重要公語 他的各種想像 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富有想像力 對 對 好 我再提供給你 好 沒問題 謝謝 謝謝 你注意到 你參加過我的亞洲戲谷的座談會 那時候你剛 台北Round 你還記得 還有一次你記得嗎 Cities 我的Cities論壇 對 那一次是 直接回答 各種網路上的開放問題 是 希望未來這場選舉 或者是未來台北市政府 當然 你一定都協助整個政府的觀念的調整 未來這方面 我們都互相來切磋 互相來學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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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已經收播了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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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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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吃飯時間 不會 沒問題 好 那可能先等一下外面 好 那我就 我跟您出去 我就在這邊吃飯 OK 謝謝 再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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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 現在沒在錄吧 沒有 我那個 那個 我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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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